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牛奶可以用来冲泡麦片 但发现柜里还剩下半条面包 问题解决了 把面包扔进烤面包机 然后涂上一些黄油和果冻就可以开动了 哦 等等 面包皮上那些绿色的东西是什么 呃 是霉菌 如果只是一小片角落而已 把它切掉 并然后只吃干净的部分不就没问题 又或者找另一片 没有被毛茸茸的霉菌侵占过的面包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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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且停手 不然你就会后悔的 等一下你便知道原因了 但在开始之前 请先点击订阅并开启通知铃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每天在亮生活发布的重要资讯 究竟吃了发霉面包上干净的部分是否安全不安全 嗯 亮生活关注者 事实上发霉面包上并不存在任何干净的部分 是的 请从你的私人字典中删除这句 谢谢 请认真听好 这绝对不是笑话 你在表面看到的微小绿色斑点 只是霉菌生长的冰山一角 现在我们用放大镜放大一下 仔细看看那些所谓略微发霉的面包 wow 真讨厌 恶心极了 没错 虽然很令人不安 但这是你正需要看到的真相 从这个当然不怎么愉快的角度 我们可以剖解霉菌的结构 从而理解为什么就算只吃看似干净的面包部分 我在同一条面包挑选另一片都仍然不安全 好 等我变身成教授 然后我们一起带着学术精神去探讨这个问题 霉菌其实就是微型的真菌 看起来有点像金针菇 让我们从它的顶部就是包子囊开始介绍 那便是霉菌显露在面包表面上难看的头部 这些包子囊附在名为包囊梗的经上 就像植物一样 霉菌也有称为甲根的根部 并只能在显微镜下看到 这些根线可以深入食物并长出名为 匍匐菌丝的分支 而这些匍匐菌丝亦会连接到其他包子囊 形成一个互联的网络 我希望你把这些都记下来 说不定最后会来一个测验考考你 好了 教授 谢谢你 现在请你回去继续改你的试卷 唉 所以霉菌不仅仅是毛茸茸的绿色物体 说到这里 这些毛茸茸的绿色物体的学术名称是包子 这些包子很容易随风飘散 就像飘荡在草原上的蒲公英花粉 只是包子比较恶心 并会威胁健康 然后当它们落在潮湿的地方 形成成为菌丝的白色绒毛 这就是霉菌的繁殖方式 因此不要期望那片面包中会有任何干净的部分 所以把面包放下 是的 说的就是你 所以霉菌不会仅仅入侵一片面包 并手下留情的留些干净的面包 给你去做三明治 令你失望了 手下留情并不是他们的作风 来自美国农业部的Marian Gravely 葛瑞夫利博士 这个名字真另类 说 食物的质地越软 霉菌的根部就越容易渗透 但是你正在做吐司对吧 热量不是会杀死霉菌吗 理论上 你当然可以在很高的温度下杀死霉菌 但一般你家的烤面包机做不到 最好和最安全的解决方法就是把整条面包扔掉 然后买新鲜的回来 但是我们也不能只看到个别例子便一概而论 不管你信不信 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吃霉菌 有些霉菌就是为了用来制作不同类型的蓝起司 而被研发出来的 如龚佐诺拉 斯蒂尔顿和罗克福起司 更有一些起司的白色表皮便是霉菌本身 如布里起司和卡芒贝尔起司 就连酱油也是用霉菌制成的 事实上霉菌甚至已经无数次拯救了人类的生命 你可能听说过苏格兰研究员亚历山大弗莱明 Alexander Fleming的故事 就是他于1928年在一种名为青霉的霉菌 偶然帮助下发明了著名的抗生素 青霉素 但是尽管处理过后的霉菌 可以被用来制作某些干烙和药物 并不代表厨房里发了霉的食物就能吃 我们经常谈论霉菌 好像它只是一个单一个体 但现实中至少有十万种不同类型的霉菌 而在食物上发芽的霉菌也是各式各样 当然我们知道在干烙制作和抗生素制造中 使用的青霉菌对人类无害 但是你无法确定 你的食物上的霉菌属于什么类型 那么真的值得冒这么大的险吗 使用了霉菌后的副作用绝不像开玩笑般简单 所以接下来我也会严肃地跟你解释 你的胃部可能会有轻微不适 更甚者会有更严重的后果 如过敏反应 呼吸系统出现问题 肌肉震颤 食物中毒 伴有呕吐和腹泻 有些霉菌甚至与癌症有关 至于面包上的霉菌 它被称为蒲织根霉 俗称黑面包霉 这是我们都熟悉的霉菌类型 蓝绿色 带有黑点 并且毛茸茸的 黑面包霉菌会有机会 淹起一种称为结合菌病的致命感染病 这种病会导致血液停止流动 而在最坏的情况底下 甚至可以令细胞缺氧 最终导致死亡 所以总的来说 如果你看到面包发霉了 立即把它扔掉 我再重复一遍 请立即扔掉 哎哟 但这样浪费食物 实在是太可惜了 不是吗 但这绝对比冒着生命危险 去吃带有毒素的真菌要好得多 除了面包外 还有一些食物 一旦发现霉菌已经在它们上面生长 也需立即扔掉 午餐肉类 培根或热狗 这些产品会保留大量水分 因此霉菌通常会从距离表面 更深入的地方开始污染 煮熟的剩菜 如肉类 家禽 炖菜和意面 这些食物也含有大量水分 特别适合霉菌生长 软起丝 包括茅屋起丝和奶油起丝 以及任何类型的加工过的起丝 如碎的 爆丝或切片起丝 油烙乳和油烙乳油 这些都是易受霉菌污染的食物 所以即使它们表面只长着一小块霉菌 也要将它们扔掉 果酱和果冻 霉菌在含糖的甜食上也活得特别旺盛 嗯 就跟我们一样 软制水果和蔬菜 如草莓 黄瓜 桃子和西红柿 再重提一次 食物越软 霉菌越容易渗透 啊 但事情不全是那么糟糕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说法 某些食物如果也只是部分的食物 没有被霉菌完全覆盖 还是可以吃的 硬制的沙勒美肠和干烟火腿 彻底洗净食物以去除霉菌 像艾斯阿格 切达 佩高里诺和帕马森 这样的硬制起丝 在发霉地方的附近和下方切除至少一英寸 2.54厘米 小心 不要让刀子接触到霉菌 以避免交叉污染 蓝起丝显然是一种安全的发酵食品 只要起丝上的霉菌 是在制造过程中加入的就可以食用 硬制水果和蔬菜 如青椒 卷心菜和胡萝卜 因为它们的表面都比较硬 所以没那么容易被霉菌渗透 当然 如果霉菌真的开始生长 你可以按照一英寸2.54厘米的法则 切掉那些部分 但预防剩余治疗 对吧 是的 你大可以采取一些食物保鲜措施 防止霉菌在短期内繁殖 这便取决于储存食物的方法 利用保鲜纸把食物密封起来 便能有效地阻隔霉菌包子的入侵 对于那些容易腐坏的食物 寝物将其暴露于空气中超过两小时 要于三或四天内把剩菜吃完 至于硬制起丝 在拔掉发霉的部分后 应将其存放在另外一个容器中 罐头食物应被倒进密封的塑胶或玻璃容器 并存放在冰箱中 你的厨房也应该做足防霉措施 定期清洁冰箱 只使用干净的抹布、毛巾、海绵和拖把 一旦你发现了霉斑或闻到了霉味 就意味你厨房的某个角落已被霉菌入侵 并会蔓延到你的食物 请保持湿度低于百分之四十 因为美军特别喜欢潮湿的环境 最后来自本教授的忠告 保持警醒 凶军就在我们中间 哦,快把它抄下 这可是人生的大智慧 哟,你有没有试过吃掉发霉面包的干净部分 请在下面的留言区中分享你的故事 如果你从这个视频中学到了一些实用知识 那就记得点赞 并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 还有,点击订阅按钮 加入我们量生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